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你面前 我们一同来诗歌 一同来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 我们也一同的来思想你 对我们要讲的话 与我们同在接近我们 圣灵在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 感谢主奉靠耶稣基督声明 Amen 我上个月去香港 过的是新历新年 然后这个月回来 在这边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我们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华人 有两个新年 是不是我们有两个新年 太多太多的机会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团聚 太多的机会跟我们的朋友 跟我们熟悉的人可以相聚在一起 那也太多的机会 太多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可以大吃大喝 是不是 因为是新年嘛 特别是我们华人两个新年 我上个月回香港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广东话说 吃了十几顿 我都忘了 都是见朋友 见家人 见弟兄姐妹 都是吃吃吃 也是过年 回来我们这边 当然也离不开在新年的时间 太多机会是这样的 大喝大吃 但是我们年纪慢慢长大 慢慢大了以后 我们知道 大吃大喝 不一定对我们身体好 是不是 不一定 但是我们每年新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祝贺 祝福大家 我们所碰见的人 说希望你新年身体健康 是不是 但是我们又常常大吃大喝 对身体不一定最好 我想我们一年一年过去 我们要在新年时候 祝贺弟兄姐妹 我们家人身体健康 我们能感觉 如果我们能够跑得动 吃得下 睡得好 就好了 是不是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不一定要大吃大喝 我觉得我们在新年的时候 来互相的祝福 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同工来说 我们也同时应该检查一下 我们灵魂的健康 有没有 有没有从来 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到底我们很希望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希望能够吃得下 睡得好 跑得动 就好了 有健康的身体 有那个 睡得好 这个 这个你 健康检查 那个报告指数都正常 但是在同时 我们有没有常常 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也思想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有没有常常思想 我们灵魂是否健康 你说 什么叫做灵魂的健康 在以前有一位清教徒 他叫 John Flavio 他的姓 John Flavio F-A-L-V-E-L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 圣洁 就是灵魂的健康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圣洁的生活 言语行为见证 那是显示 你有一个健康的灵魂 对基督徒来说 我觉得这句话 蛮有意思的 因为在我们新年的时候 我们祝贺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一个身体的体力 精神都健壮 但是同时 我们也应该地检查 关注我们灵魂的健康 对不对 追求圣洁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 我上次回香港去探亲 度假 探亲 那我就准备去 我香港教会的 我的母会 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 那在我参加 我教会的主日崇拜 之前大概一个多星期 教会就托一个弟兄跟我说 他说 你来我们教会 就回来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 教会希望给你五分钟 你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好 那我就思想 我说到底 我要跟我教会 母会的弟兄姐妹 分享什么呢 我就思想 因为五分钟不短的 是不是 你不能 你不能 吹水 广东话说 你不能随便讲 那我就思想 我就从我跟这个教会的 弟兄姐妹 几十年的交往 我们大家的这种的认识 这个角度来思想 回想 七十年代 我到这个教会参加 七十年代 参加这个居住 其实我参加香港 我的母会 这个教会 其实也有一段 蛮特别的经历 话说是因为 我的妈妈 我的母亲 当年 在有一天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 七十年代 四十多年前 我的母亲 她在 你知道香港 有一条叫弥顿道 大家知道 在弥顿道 她在走路的时候 就看见 有个老人家 其实他们经过了 一个往这边走 一个往这边走 他们都经过了 那我的母亲说 这个老人家 好像很面善 他就跑过去 回过来 就问这老人家 你是不是 记之文牧师 大家有听说过 记之文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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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 是一位 布道家 是一位分行家 他在上海 成立了 中国布道会 也曾经是 伯特利神学院的院长 在香港 在台湾 新马太 都有 设立教会 神学院 出版社 那那天 他们在马路上经过 已经走过了 走过去 我妈妈回头 问这老人家 原来真的是 记之文牧师 记之文牧师 我的母亲 她在上海的时候 就是参加 中国布道会的聚会 所以从 我的母亲 从记之文牧师 口中 知道在香港 也有中国布道会的 几家的教会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全家就参加 中国布道会 在香港 尖沙嘴 这个地方的教会 叫圣道堂 中国布道会 圣道堂 当时 就是 富大卫牧师 是我们的牧师 主任牧师 那我回想 这个是70年代 我参加教会 的这么巧合 我可能说 可能也是 神的带领和预备 这么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马路上面 碰见 基牧师 我参加圣道堂 聚会的时候 应该是在念大学 在念大学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念大学的时候 还是蛮年轻 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的回忆 很多的回忆 好的 开心的 不好的 不开心的也有 但是我觉得 我感觉 我回想 我记得 那个时候参加 青年的团契 也是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青年团 大家是年轻人 大家相聚在一起 很开心 大概是 那个时候 我们的团契 是星期六的晚上 不是这边 很多时候都是星期五 星期六的晚上 六点钟到 不是 八点钟到十点钟 可能更晚 所以大家 年轻人聚在一起 有诗歌 有敬拜 有茶经 有分享 有祷告 有游戏 有看电影 不同的program 是蛮开心的 那种关系很密切 很开心 大家年轻人 没有什么基心 没有什么hidden agenda 大家都很坦白 大家都能够很交心 能够很直的 很开放的 有这样的一个交往 大家一起来唱歌 唱个茶经 吃饭 打球 弹吉他 非常开心 因为那时 我们的教会 是在尖沙嘴中心 九龙尖沙嘴 所以我们团契 结束了以后 十点钟 十点半 结束以后 还连群结队的去 去那个 那边很多食事 Sexy 连群结队去吃宵夜 什么红豆沙 什么芝麻糊 什么海水 知道什么叫海水吗 红豆沙跟绿豆沙 加起来叫海水 总要与难俱沛 年轻人 很好的一种的交往 那种感觉 很坦白 很直接 有的是时间 真是青春无敌 有没有这种感觉 年轻人 当然了 我们 因为是年轻人 除了我们聚会以外 还有很多八卦新闻 是不是 就是 那个弟兄 喜欢那位姐妹 那个姐妹 喜欢另外一个弟兄 等等的八卦 八卦新闻 年轻人 青年团契 有这些事情 对不对 很正常的 只要圣洁就好了 这次的相聚 在香港 已经是几十年的 事情过去了 大家 相聚在一起 我们感觉 那种的关系 还是很密切 那种的熟悉 那种的亲切的感觉 还是 我们能够记得 我们能够很珍惜 我们能够很 很 很 融洽 很熟悉的那种感觉 那这一次的相聚 大概几十年过去 看见有些弟兄姐妹 已经退休了 有些头发没有了 有些很明显 在脸上有皱纹 很明显 有些 他们儿女成长了 大学毕业 甚至结婚 但是我们 看见那位姐妹 那位弟兄 各有很好的婚姻 很好的家庭 大家还是很热心的 来服侍主 大家还是很 很爱主 很多的机会 在教会里面参与 好好的在他们 居会里面敬拜 很好 那种感觉 那种的热切 那种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感恩 非常非常的舒服 非常非常感觉好 那我就想到 这些的经历 回想这几十年 跟他们那种的 这种的交往 就让我当时 我的脑海当中 浮现了一句的话 我们真是同蒙天恩的一群 我们是一同蒙恩 一同经历 一同成长的那种的关系 我们不只是一个 social的group 或者是一个社交的团体 我们是一种 有生命的联系 我们是一种 有生命的共同目标 一同蒙恩成长 经历上帝的那种的关系 我们的建立 不只是熟悉 一种朋友的一种的交往 乃是一种 有弟兄姐妹 那种很亲 很交心的那种的关系 所以我心中 我就浮现了这句话 同蒙天恩这句话 那我想 OK 那我就从这个方向来思想 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我就想 我应该在圣经里面 找这一句话 我想圣经里面 应该一定有同蒙天恩这句话吧 是不是 那我就找圣经 你说圣经有没有这句话 有还是没有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那我去找 我找的结果是 没有 我的结论是 基督徒 牧师也应该好好的读经 读圣经 对不对 如果你找到这句话告诉我 没有 圣经里面有蒙恩 蒙恩惠 蒙大恩 都有 却没有 蒙天恩 这句话 但是很奇妙 我找到 希伯来书第三章这句的话 希伯来书的作者 第三章第一节 他说 同蒙天照的圣姐弟兄啊 你们要思想 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我就想 可能神给我在新的一年里面 一句这样的话 让我在新的一年里面 在生命 在行事为人 在侍奉 在工作上面 三个 看起来很简单 看起来很基本 更基确 确实非常重要 非常要谨慎 非常要好好的思想 非常重要 非常基本 非常关键的提醒 三方面的提醒 这三方面的提醒 这三方面的提醒是什么呢 第一是天招 第二是圣洁 第三是思想 那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 在我的教会 这里我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当然当时是分享五分钟 现在分享三十五分钟 不过我想 值得我们去思想 我觉得神 在新的一年里面 给我看见这一句的圣经 你们同盟天招的圣洁弟兄 你们要思想 那所认为死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第一方面 天招 希伯兰书的作者说 我们是同盟天招的一群 我在想 我和教会弟兄姐妹 他们跟他们 不只是一个社交的群体 我们是一群 一同盟恩招的群体 对不对 我刚才已经说 我跟他们那种关系 不只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彼此只是谈天说地 不是 我们是一同一群 一同盟恩 一同经历 一同成长 一同有认识上帝 彼此能够交心 彼此能够有一种 很亲切 弟兄姐妹 那一种的关系 我们是一群 一同盟恩招的群体 那我们感觉 第一方面 我们感觉 我们盟神救恩的护照 是不是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 我们盟神救恩的护照 当我们还迷失在 黑暗当中 当我们好像 神经说 我们还死在过犯 罪恶过犯当中 神就常常地 呼召我们 是不是 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神就呼召我们 要回转 要悔改 要归向神 好像 施洗约翰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是我们每一个 重生得救 真正成为基督徒的经验 这是一个救恩的护照 我想我跟我们的 弟兄姐妹一样 同盟 救恩的护照 属天的护照 这是救恩方面 我们都在一个 蒙恩的过程里面 经过几十年 当然 当我们认识主 当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做 我们个人的救助 我们已经重生得救 我们慢慢 灵命有成长 我们慢慢地 读神的话语 更多认识圣经 更多熟悉圣经里面的教导 更多经历上帝的提醒 管教 帮助 垂听祷告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也提醒我们 我们灵命慢慢成长 上帝又继续地护照我们 护照我们要服侍他 为他而活 为他工作 对不对 这是我们基督徒 我想 我想很少是 你刚刚重生得救 信主那一刻 你就进来 脚身做了 你感觉神护照你 做传道人 很少吧 很少这样的情况 你信主了以后 蒙救恩的护照 慢慢你在教会里面成长 慢慢你在灵命上面成长 你会经历神 在护照你 要服侍他 要服侍神 服侍神 我觉得这个 神给我们的护照 要服侍他 要为他工作 这个也是一个 属天而来的护照 一个天照 这个不是一般的护照 这个是一个属天的护照 是有一种的特权 有一种的 一种特别的福气 一种特别的权利和福气 那我想 我们再说 天照 福意 救恩的福照 天照是 是一种属天的护照 让我们向着天前进 做一个属天的人 这是一个福音的 这是一个救恩 我们做一个属天的人 做一个属神的人 这是救恩的护照 天照也可以说 是那位从天上来的护照 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而活 按照他的心意 给我这个奋斗的目标 向着这个奋斗的目标 他所给我的目标来前进 有没有听清楚 我所讲 第一是 他呼召我 做一个属他的人 这是救恩的护照 第二他呼召我服侍他 他是给我一个属天的 奋斗的目标 以致我按照这个目标而前进 这是服侍神 服侍人 他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 我再回想 当时70年代 我回圣道堂参加教会的聚会 当时我已经信主 其实我12岁就已经信主 但是我参加中国步道会 圣道堂聚会是念大学 所以是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然后我回想 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圣道堂 我在那段的时候 蒙恩成长 我在那段的时候 在圣道堂受敬 成为会友 我在那段的时候 有参加团契 师班 主日学 主日崇拜 等等的 开始服侍 曾经做过团长 成为 后来成为教会的执事 我也是在圣道堂 立志 奉献自己 希望有全时间的来服事 那神很奇妙 神慢慢随听我的祷告 神又带领我来到纽约 加入脚圣步道团 这个长话短说 神很奇妙 又让我在脚圣工作的时候 有一段的时间 我有神学的装备 神很奇妙 他又让我有教会的接纳 可以安立我成为牧师 到现在 从我参加教会 到我参加教生 到现在 来教生已经二十多年的时间 我回想这一切一切 我感觉 这是神说给我 一个 一个 又一个 属天的呼召 对不对 天召 同盟天召 我相信 我们 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弟兄姐 每个同工 都一定经历 一定同盟寿天召 我觉得 第一个提醒是 同盟天召 我们都是每一位 都是领受 神 救恩的呼召 侍奉的呼召的人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思想这一方面 要好好的持守 要好好的珍惜 神给我们 属天的呼召 有时候我们 在教会里面 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都是同盟天召 同盟恩典的人 虽然有时候 我们有些 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在这里 每一位都是 教神同工 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弟兄姐妹 可能在地上的身份 可能在地上的职业 有不一样 是不是 但是我们都要记得 我们是同盟 一个天召 那个意思是说 总的来说 我们同盟 上帝的 属天的天召 我们要一生一世 以那一位在天上 给我们的呼召 作为天职 对不对 这个观念 对不对 我们要一生一世 以那位从天上 给我们的呼召 从天上来 给我们的呼召 作为我们的天职 听信 这是很重要 所以 我们说天召 不是属地的 不是地召 不是属人的 不是人召 好像约翰 使徒约翰说 不是从血迹身的 不是从情欲身的 不是从人意身的 乃是从神身的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 有属天的生命能力 能够活出 属天的生活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成为 真真真正正 真真正正 一个天国的子民 对不对 这是第一方面 我从这句话 神给我这句话 我所想到 给我第一个的提醒 第二 圣洁 基伯来书的作者 称呼我们是 圣洁弟兄 圣洁弟兄 包括姐妹 称呼我们这一群 是圣洁弟兄 这里特别提到圣洁 其实圣经里面 有很多有关圣洁的经文 是不是 你翻圣经就有很多 圣洁的经文 神呼召我们 我们要圣洁 因为神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这是神给我们 很清楚的吩咐 我的属性是圣洁 你们是属我的人 属天的人 属神的人 所以你们要圣洁 神的吩咐 很清楚 我想 如果我们用 现代的用语来说 用现代的话来说 圣洁 可以说是 基督徒的 核心价值 圣经里面 没有核心价值 这句话 但是我回去香港 常常听到 那些的论证都说 香港的核心价值 是什么什么 我就想到 圣洁 可以说 用现代话来说 可以说是 我们基督徒的核心价值 意思是说 在我们基督徒的 生活言语行为 行事为人 我们的做事方式 我们与人相处的态度 我的道德的观念 我的世界的观念 圣洁是里面 重要的元素 对不对 圣洁是我们 生活基督徒的 核心价值 我们的品格 各方面的价值 是何等的重要 其实我们讲到圣洁 也是跟我们刚才 所天招 讲到两方面 有互相的呼应 圣洁也是与我们的救恩 和与我们的服事有关 我举一些简单的经文 来跟大家说 第一方面 我说圣洁也是跟我们救恩 因为是跟我们身份上面的 成圣有关 圣经说 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保血 罪得赦免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是成圣 圣意 对不对 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话 保罗也这样说 他说 我们穿上新人 这个新人是造着神的形象 造的 有真理和人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对不对 这是我们穿上圣洁 就是我们的救恩 我们重新得够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是不是 圣洁 跟我们身份的成圣 有关 我们要 有 我们是造着神的形象 造的 有真理 和的人意和圣洁 然后保罗也说 不是 那个 彼得也说 你们是 君尊的祭司 是 圣洁的国度 是神的子民 是不是 是 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 所以 所以我们的身份 是圣洁的 这是在我们的 救恩方面 也有关 第二 我说 也是跟我们的服事 我们生活工作有关 有很多的经文 在贴撒罗尼加前书 保罗说 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 圣洁 远避 隐形 是不是 很清楚 这是跟我们的生活 行为有关 而保罗在罗马书说 当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 你们 如此行 如此侍奉 乃是 理所当然 是不是 也是跟 侍奉 跟生活有关 到后来 保罗提醒提摩泰 怎么说 他说 你要人若自杰 脱离被剑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名 要 成为圣洁 合乎 主用 所以很多很多经文 我们看在圣经里面 都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圣洁 神的吩咐 跟我们的得救有关 跟我们的侍奉 跟我们的生活有关 这句话提醒我 在我生活 侍奉 与人相处 圣洁 是必须的 基督徒 是在从事项 被分别出来 我们要圣洁 我们脚身的同工 我们侍奉神的人 更加需要圣洁 有时候我们不要轻看 我们思想意念里面 那种能够天马 行空的那种威力 对不对 我们可以思想很多很多 荒诞离奇的事情 万一不小心 我们被一些 误会的思想所占物 我们要小心 我这次回香港度假 这才两三个星期的时间 我的师母可以 探望她的家人 因为我师母的家人 全部都在香港 我的家人都在美国 那我呢 她就可以探访她的家人 陪陪她年老的母亲 她母亲曾经摔跤 现在要坐轮椅 所以她可以陪陪她 那我呢 我刚才说 跟我教会弟兄姐妹 还有我很多好的朋友 以前在大学那些的同事 可以见面她 我又看见香港 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回去香港过得知道 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 花花世界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缺 你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非常的漂亮 款式比这里的更新更多 花花世界 而且呢 美食当前很难抗拒 所以我刚才说 才两个星期 吃了不下十几二十吨的大餐 所以我回来以后就胖了两磅 我们所说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什么都有 一不小心 我们就很容易 落在那一种贪爱世界 什么好 什么好 一不小心 就很容易落在那种 不圣洁的网络和陷阱 我们千万不要轻看 千万不要觉得 轻视 有或引诱的威力 一不小心 我们就会跌倒 圣洁 弟兄这句话 给我的提醒 我们要被分别出来的一群 我们要圣洁 耶稣基督救恩 是把我们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 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又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 要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那我刚才讲 我们讲到天招 讲到圣洁 我有这个神的呼召 我也有神这样的吩咐 我要圣洁 到底 我们常常基督说 到底我怎么样可以达成这些的目标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他说 思想 思想 你们要思想 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 这句话提醒我 唯有我思想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思想耶稣这位的主 我才能够可以有这样的力量 有这样的back up 有这样的支持 让我可以继续地持守 从天上上我所领受的呼召 我有我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才不容易被 不容议给熟悉的那些的事情 那些的事物 那些的引诱所占据我的心 以影响改变了我追求的目标 唯有我专注在神的身上 我才能有力量 有祂的话语 有耶稣的话语来提醒我 要保持追求圣洁的生活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他说 你要思想 这位为使者 这位耶稣他曾经为使者 将上帝的信息来告诉我们 将上帝的心意来告诉我们 也将我们的回应可以带到上帝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可以与上帝与神能和好 曾经为使者 将神的爱来传达 传达到我们人类当中 他也不只是传递这个信息 他更成为大祭司 所以他亲身地来奉献 来成为赎罪的祭生 以致我们可以享受 这样的一个救恩 以致我们可以领受 从天而来的护照 我们要思想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困难 我们甚至觉得很苦闷 有时我们觉得甚至有点 责备自己 厌恶自己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可以活出 圣洁属天的那种的生活 其实有点的错误是在于我们 慢慢没有将在 focus在神上 耶稣身上 那个焦点 转移 变成我看我自己工作的果效 看我自己的能力 看我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干 来看我自己的力量来去挣扎 没有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可能慢慢这样的一种的shift 又令至我们产生那种的愧疚 产生那种的苦闷 在真言有二十三章 第七节有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人的心怎么样思量 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我想我们都明白 我们怎么样思想 你看我们的同工 你看你的上司 你看你的同工下属 他怎么样思想 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 真言第二十三章第七节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借着思想 才能达于我们的行为 我们要借着我们常常思想 耶稣基督和他为我所做的事情 我们才能够达至 他给我的目标 我能够向着目标来前进 我们要常思想他 才能慢慢的越来越像他 才能的因为思想他 以致我们不疲倦灰心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就有这样的句话 思想那位救主耶稣 免得你疲倦灰心 我查诗经书 思想这个字 希伯来书思想 耶稣这个字 是取于 源于拉丁文 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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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原于 拉丁文的星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是观察 observe 关心 看星星的关心 不是关心你的关心 观察星星那个字 那它的原意是说 这种的天文学家 那些天文学家 他要了解这些星星的奥妙 那些星云的变换 他需要他有很长的时间来安静 来用很久忍耐 专注地来观察 才能够慢慢明白 那些星云的奥妙 作者用这个字来表示 如果我们要认识 要明白 要得着 那一位坐在天上 宝座上为王的耶稣 又奇妙地住在我的心中 这位的主 我们更需要 好像天文学家这样 细心 忍耐 很久地来认识 思想 这位的耶稣 那我想 在今年的时候 我因着我在香港 这段的时间 跟朋友的相聚 而 让神让我看见这句的话 给我有这三方面的提醒 我同样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希望我们珍惜 持守 属天的护照 救恩的护照 我们已经经过了 我们已经得着了 但是工作 服事 侍奉 生活的护照 还是存在我们的现在 一直一直地往下 往下 一直一生地要走下去 我们同时 也需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对不对 因为圣洁 是我们的品格 基督徒 生活 行事为人 和新的价值 我们需要有力量 有支持 有基础 来成就 这两个目标 使我们要好好专注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好像使徒 约翰说 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 是不是 那我们就可以 尝结果子 多结果子 好 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 被提醒 被西伯来书的作者 给我们有一些的亮光 以致我们持守 珍惜你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 也让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帮助我们常常 心事一念在主的身上 不容易被世界的人事物所占据 改变了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 求主与我们同在 加添我们力量 我们同心感恩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 Amen